這球點得不錯 攔住之後選擇傳向 衝下來很快 還是完成了這個二壘的封殺 這個球 因為點到三壘 三壘是可以提早屈前來做守備的 那你如果點三壘這個方向點得太強勁的話 變成王衛城處理球的時間會非常短 所以他有機會抓前衛跑者 像這種情形 當然最好的一個 這個短打的方向是一壘 王衛城是先跑出去了 對 他衝得很快 對 王衛城自己也很清楚 這個時間上是很聰明 這個推進沒有完成 真的4K了 今天的揮擊的一個timing的狀況 確實沒有很理想 很好 這球打得不錯 右邊方向的落地安打 通過了二壘 繼續往三壘跑 他為什麼停下來 Safe 哇 還好最後是Safe 這個差一點有很大的風險 因為王正濤跑到二壘到三壘中間一度停下來 然後再加速起跑 導致這個球到最後回傳到三壘 是很驚險的一個play 那可能這邊跟三壘 正在阿朗這個手勢他有一點點誤會了 因為現在是兩出局打出去就是狂奔 那這個跑過去有點停下來 你看他過了二壘之後 突然間把速度放慢 不曉得為什麼 還好最後這個側身的滑壘呢 是躲過了王衛城的手套 但是現在進入到電視輔助判決挑戰當中 現在看這個觸殺的動作有沒有確實觸到 他的屁股 哇 那這個 畫面有出來的話 這個 他應該已經有答案了 三壘審判的是safe 那現在就看電視輔助判決挑戰中的結果是如何 應該已經有答案了 三壘是一個偽奸出局 那這個偽奸出局呢 也就結束了八局後半副方的攻勢 那這個攻勢結束之後 雙方現在八局打完 依然是1比1平手 背包落空 最後是來了一個變化球 哇可惜啊 這個球比較偏高位置進壘喔 還是積極出棒喔 這個球 這一球打得不錯 但是朝著詹子先去被欠殺出局 打得很扎實耶 這個球打出去的順 這球打在游擊方向反彈 將軍與傳依蕾完成了刺殺 副方在第九局的攻勢 三上三下 依然是1比1平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伯伯 歡迎大家訂閱中信兄弟官方youtube頻道 還有twitch喔